可恶,这次我看你还怎么跑,我要悄悄地靠近,不能被他发现 真奇怪,贝利亚偷偷摸摸的这是在干什么 不好,是赛罗爸爸他们出事了 可恶的贝利亚,你给我站住 跑得真快,这可怎么办,赛罗爸爸他们都受伤昏迷了 不行,我得赶紧打电话,让格力乔妈妈来,她的治疗光线一定可以恢复大家 格力乔妈妈,快来,爸爸他们被贝利亚偷袭了,大家都受伤晕倒了 什么,我马上来 不行,我还是得去找找贝利亚,反正已经通知了格力乔妈妈 小赛罗一个人去追贝利亚,我们快给她红色小心心能量,给她加油吧 可恶,那个怪兽跑得真快,转眼就不见了 贝利亚,你为什么要偷袭我的爸爸 什么,你说本大爷偷袭赛罗 那不是我做的,我在追一个怪兽,是他偷袭了赛罗,并且吸走了光之能量 你竟然还狡辩,我看见你偷偷摸摸地靠近赛罗爸爸他们的,随后,就听见我赛罗爸爸受伤的声音,肯定是你 嘿嘿嘿,贝利亚和奥特曼曼吵起来了,哈哈哈哈,太好了 真不是我,我当时就是在追那个怪兽,这样,我和你一起回去,帮你们把赛罗恢复过来,他会帮我作证的 既然这样,那你就跟我回去,等我赛罗爸爸醒了,自然就可以证明你的清白了 于是,贝利亚跟着小赛罗回去了,觉得不是贝利亚做的,就快给他三朵小鲜花吧 格力乔妈妈,我把贝利亚带回来了,他说不是他偷袭了赛罗爸爸他们的 是不是贝利亚做的,等会就知道了,我先治疗赛罗哥哥他们 没用的,格力乔你的治疗光线就不了的,赛罗他们不是被我的黑暗能量打伤 这个要试试才知道,我先用我的治疗光线看看能不能恢复 既然真的没有用,看来不是贝利亚偷袭了赛罗他们,凶手另有奇人 那个偷袭赛罗他们的怪兽,特别狡猾 现在都说不定躲在附近偷偷观察我们,我们只要抓住的那个怪兽,才能帮赛罗他们恢复过来 那还在等什么,我去抓住那个怪兽 不行,那个怪兽特别狡猾,是不会轻易露面的 只要我们两个人假装打起来,怪兽就会偷偷地出现,到时候小朋友给怪兽发狗头,帮我们打晕怪兽就行了 那行,这次我就信你一回,走吧,我们快一起去抓住那个怪兽 小赛罗,我感觉到怪兽来了,小朋友们快给怪兽发狗头,帮我们打晕怪兽啊 哈哈哈哈,太好了,他们打起来,等会我就有机会偷袭他们了 哎呀,是谁在给我发狗头 终于算是抓住了这个狡猾的怪兽了 我们快把他带回去,我还需要他来救我的赛罗爸爸 怪兽,你最好赶快把我赛罗爸爸恢复过来,不然,我们不会放过你的 要不你这个怪兽,我会被小赛罗冤枉吗,真可恶 我知道错了,我这就帮你们把赛罗他们恢复过来 好了,我帮你们恢复了赛罗奥特曼他们,你们能发过我吗 放过你,这就要看小朋友们同意不同意了 愿意放过他的,就给他一个红色小猩猩 不愿意放过他的,就给他发两个狗头吧 八童小猩猩猩法